月光 雨生 其实我早就这么想过了 这个地方昏天黑地的 你在这里太委屈了 不如我们花点钱 先让你早点出去也好啊 当然不行 现在正是用钱之急 国家势大 个人势小 清全他在北京被扣留了军火 急需资金 你一定要回家聚集所有的钱 以备大用 我晚出了几天 若能换得袁世凯晚复必几日 我吴玉胜也算是为国为民 做了点好事 可是我觉得你待在牢里 实在太委屈了 我一个男子汉坐两天牢怕什么 这事不要告诉贤雅 四狗军火 可是灰掉脑袋的 传出去了会把清全给害了 这件事情 你知我知 我知道了 我听说小裁缝还活着 我听别人说的 前日看见你们俩在大街上 聊了好半天的话 我不相信 所以 想问问你 是有这么回事 他当真还活着 虎美儿 你前一阵子要离开吴家 是不是与他有关 如果你心里还垫着小裁缝的话 我不会阻止你 我不会阻止你 你心里还垫着小裁缝的话 你心里还垫着小裁缝的话 为了你 为了你 我愿意放弃全部 我爱你 就会接受你的一切 包括你的选择 你 你越说越远了 过去的小裁缝 已经死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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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还要坚持一年之约呢 啊 黄美儿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接受我呢 求求你 不要再问了 好喽 好喽 我花开过白花沙 再啰嗦我先杀了你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你身上怎么有这么大的酒气 哪来的酒 闻你命运长去 你给我站住 二太太 二太太 运茶叶的船在江上沉了 什么 会不会跟刘家有关系啊 我也是这么想 可是没有证据啊 警察局先是封了我们的厂子 接着又放火烧了收购站 现在又毁了我们的运货船 这是想把死里逼我们啊 李掌柜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茶叶 工房里堆着的 加上收购站正在运来的 一共几万弹嘛 马上停止收购 把现有的茶叶 全部紧急卖出去 二太太 刘家正想逼我们 停止收购茶叶 他们的目的就是想搞垮我们 我们千万不能上他们的当啊 越是这样 我们就越应该往上收 绝不能让他们的茶厂吃饱 不 你听我说的照做就行了 把所有卖茶叶的款子 都交给我 二太太 我们越是急于抛售 别人就越会百家前往下押啊 你照做就是了 二太太 我能不能问一句 您筹钱是为了救少爷吗 别问那么多 照做吧 筹钱不为救少爷 那他要干什么 李掌柜 你说的是真的 千真万确 我虽然不懂生意 我虽然不懂生意 可是我也看得出来 二太太这么做就是败家呀 你是行家 你怎么看 这个我不好说 不过二太太她这么做 我们的损失肯定非常大 呀 哎呀 虎兄啊 这个吴玉生不能放 房妹啊 他现在扛不住了 正在低价抛出茶叶 显然 是乱了阵脚 筹钱帮助吴玉生 ح ? 只要把吴玉生多关几天 我们茶叶的价格 就会翻上一番 我不是想放吴玉生啊 都怪你手下的人做事太笨 把柄全都抓在对方的手里头了 刘七和田二明的口供放在那里 金道台也发话了 你说有什么办法 你以为你放了人 金道台他就会放了你啊 错 他正好一箭双雕 既掏好了吴家 又借这个室友整你 不至于吧 你身为警察局长 北京又有我二叔撑牛 有很多事情没有经过他 直接找到了北京 他和省里的很多人看你不顺眼 如果你宣布无罪放人 他正好借这个机会 以你办案不利乱抓无辜 把你的警察局长给撤了怎么办 听我的没错 先拖一拖 我家老爷子已经给省里的尼大人写信了 相信这几天的批件就会转到金道台手上 不瞒你说啊 尼都金的批文已经下来了 哦 他在批文上只写着 慎重办案 对当事人各方要有个交代的字样 这个老滑头 所以啊 刘七的口供对你很不利啊 一旦他出庭作证 吴家那子肯定要翻过来 到那时候 我想不放人也不成啊 胡兄 你放心 刘七这面由我摆平 咬一咬牙 再拖一拖 我 好吧 我跟司法科的人商量商量 以程序上的理由 再拖上他几天 这就对了 只要吴玉生关在大牢 保定行群龙无首 摧垮不可 照你的吩咐 家里的生意都停下来了 所有的货物都在低价售出 换取现金 可是我们越急着出手 人家就越压低价钱 要真的都全部换成现金 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 隔离关押的那个人 你弄清楚来路了没有 隔离的那个人 我用同龙会的暗号试探他 可是他好像全无反应 而且他满身酒气 好像在监狱里过得挺滋润的 完全不像是我迫害的样子 那既然如此 刘家为什么要送他来坐牢呢 少爷 少爷 主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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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您找我 你要的好朋友 我怎么了 刘七 刘七把我们都败了 不能啊 齐爷不是这样的人 什么齐爷八爷 狗屎都不如 他给黄敏写了证词 说从吴家库房里搜出的东西 是他的手下找天二明偷偷放进去的 没想到这家伙是个孬种 少爷不怕 他要是敢咬我 我一个也不承认 说得轻巧 他要出庭作证 第一个完蛋的就是你 少爷 我认错人了我该死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真是对不住 对不住少爷 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你立即找人把他干掉 他黑道中的朋友比较多 万一要是出了什么问题 不就麻烦了吗 麻烦再大 有吴家的麻烦大吗 刘七再厉害 有秦桂城厉害吗 有他我们害怕刘七呀 若是刘七再不知去 我就让秦桂城亲自出马 把他干掉 是 太太 有人从胡局长那里 得到确切消息 为了不让少爷早些出狱 那细子故意拖延时间 目的是在吴家捞钱 然后带着小裁缝一起远走高飞 怪不得呢 让李掌柜把茶叶全部低价抛售 这是败家呀 太太 看来要是不把他给撵走 吴家不得安宁啊 那刘少爷一心想娶他 我们呢 又巴不得他离开 所以我想啊 我想与刘家联手对付他 这不妥吧 太太 你就算不为你自己着想吧 也应该为吴家着急啊 再不下决心 就真来不及了 你们家少爷也太糊涂了 对付刘七这种黑道上的人 不能乱来 你把他杀了 他们手下一定会找你拼命的 那你说怎么办 把吴家搞乱了 然后你暗中插手 想办法让他们窝里斗啊 胡局长 我把吴少爷给您带来了 吴少爷 局长大人亲自光临实在不敢当 哪里哪里 这里条件太差 我们做了点小菜 请你吃酒续谈 有些事情 想跟你商量商量 什么事 根据田二明和刘七的口供 这个案子该了结了 原来是要放我出去 请我吃酒啊 文件都准备好了 随时都可以放你回家 那这酒我就不喝了 先告辞了 不不不不 吴少爷 不是现在 案子不都已经结了吗 是啊 真是对不起你啊 你们家的二太太又提出来 要追查此案的幕后真凶 是这样啊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吧 是是是 吴少爷 你请上座上座啊 请上座 坐坐坐坐坐 来来来 吴少爷 听我慢慢说啊 这个 田二明已经死了 只要追 就会追到刘七的头上 他手下的党女众多 消息非常灵通 一旦走漏了风声 他们肯定会逃之夭夭 后边的事情 就不好办了 你的意思是 让我在牢里再多待几天 不仅是我的意思 也是金道台的意思 我请示我金道台 他也认为 抓住刘七是本案的关键 吴少爷 你就听我一句话 你再多留几天 少则三五天 多则也就六七天 一旦抓住了刘七 立刻就放你回家 好 我已经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了 不在乎多待一两天 不过我丑话可说的前头 万一抓到刘七 供出是刘建雄所干 你打算怎么办 您放心 无论是谁 都要一追到底 古时候还有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的条例 更何况 现在已是民国了吗 但愿如你所说 来来 吃酒 吃酒 我给你吃这 来 朱管家 田管家 找我 我找你有事商量 请 朱管家 朱管家 你看我们是不是 齐心合力 把那个戏子赶出吴家 这样不但可以随了你们家少爷的心愿 也可以去了我们大太太的一块心病啊 你看如何 是你家大太太的主意吧 不 这跟我们大太太一点关系都没有 看来你对大太太还真是忠心耿耿啊 不 不惜赶走黄梅儿来拯救她的婚姻 我们家大太太那是明媒正举的正事 那细子是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 他和我们吴家从来不是一条线 小雪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今年该满十八岁了吧 嗯 这一话我来吴家十几年了 是啊 按照府上的规矩 既然你一直都留在吴家 那吴家就应该给你个名分 哎呀 你看要不是少爷娶了那个细子 早该纳你为妾了 这话大太太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 耳朵都起茧子了 没什么意思 我可是第一次这样说 那又怎么样 我的意思是 必须把那细子赶出吴家 老夫人在的时候 不是把她赶出去了 后来她不是又回来了吗 所以啊 我们赶没有用 只有少爷才能把她赶走 你让少爷赶她出去 她要从西边出来了 还有一种可能 她自己想走 少爷想拦一拦不住 你怎么越说越糊涂 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想想看 前段日子 她为什么吵死吵活要离开啊 那是因为她受不了老夫人的约束 老夫人现在去世了 就她一个人全说了算 打死她她也不会走的 不对 她心里惦记着一个人 所以想走 你的意思 是那个姓谢的小财富 对了 我现在才明白 二太太为什么不肯花钱救少爷 她想浑水摸鱼 趁少爷出事的机会 在吴家狠捞一遍 然后带着那谢裁缝一起远走高飞 你这么说我算是明白了 明白了吧 一定不能让她阴谋得逞 天管家 我听你的 好 你呀快点去找那个白老汉 摸清楚那细子跟小裁缝之间 到底什么关系 后面的事就好办了 好 我现在就去 好 去吧 朱老板 你还记得 我上次跟你说的 那个姓白的老头吗 怎么了 我觉得 她和那个姓谢的小裁缝有关系 如果能找到她 说不定能得到什么消息呢 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朱老板 你路子多 就陪我去一趟嘛 走吧 好吧 盯着点 是 谢谢周老板 谁呀 您是白大爷吧 你们是什么人哪 我姓朱 是吴家管账的 她叫吴文 是少爷的书童 您一定听二太太提起过吧 提起过 提起过 原来是个小书童啊 好 二太太听说您要搬家 特地派我们来看看您 谢谢谢谢 你看 我这家乱成这个样子 连做都不方便 实在是不好意思 二太太太忙了 特地派我们来为您送送行 不敢当 不敢当 你看 就为这点小事 惊怒你们二位 这实在是不敢当啊 您老家在哪儿 要不派辆车送送您 不用不用 这不 挑上肩蛋 上了船半天就到 那也好 不如我们在附近找家饭馆 我陪您好好喝上两盅老酒 陪您见行 不不不不 你们回去啊 替我谢谢二太太就行了 那可不行 若不陪您喝好酒 二太太回去一定会骂死我们的 走吧 来来来 白大爷 白大爷 走吧走吧 走 白大爷 您就走吧 走 这么说 你不打算马上放人 不是我们不放的 是他无语声 主动提出 要配合我们 等抓到刘七以后 再放他回家 他自己提出来的 是啊 我看不必了吧 这个案子啊 已经有了刘七和铁二明的字据 证据已经很充分了 我看 抓不抓刘七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马上放人了结此案 是 来 白大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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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大爷 白大爷 来 你们家二太太 那是个大好人哪 那是 吴家上上下下 就数他对下人好 吴家除了二太太 没几个好人 谁说的 来 喝酒 喝老酒 白大爷 您已经喝多了 别再喝了 一会儿还要赶路呢 谁说我喝多了 不信咱们再来一壶 我照样给他喝个精光 你信不信 那好 我今天陪你喝个痛快 吴啊 你回去告诉二太太 说我在这儿陪白大爷喝酒 等把他送上船 我就回去 啊 哦 哦 白大爷 那我先走了 啊 那你慢走 我就不送你了 哦 慢走 白大爷 您留步 我先走了 来 白大爷 来 咱们继续喝 来 嗯 来 这个朱老板 有什么话不能让我听 最近见过谢裁缝吗 嗯 谁 小裁缝啊 小裁缝 不认识 怎么会不认识的 骗人吧 我都这么大年纪了 我能干那种骗人的把戏吗 你 信不过我 二太太没和你提过她 没 那我问你 你都问我那么多了 我问你 你们吴家 犯鸦片的案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二太太没和你提过此事 啊 她说 有人陷害你们家 哎 可以 依我看哪 这叫 老天 有眼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那是时候未到 时候还一到 统统要报 现在 时候 到了 你 白大爷 您这话的意思 我可就听不懂了 这是 胡子 头上的狮子 明摆着的 现在 该轮到吴家 遭报应 那照你的意思 吴家做了很多遭报应的事情 你 你以为 吴家是善人哪 虽称不上大善人 却做了不少善事 想当年江北发大水 吴家放粮救灾 老百姓是有口戒备 就连皇上 都特赐预贬给吴家 你 小的个屁 当年 汪家的 冤难 就是 吴家带头干的 真的 你 不信 不信 当年 诬陷汪家的联名信 那就是 吴雨生他爹 携草的 真的 此事我倒听人说过 确实缠得很啊 朱丈夫 我看出你是好人 那 所以我才跟你说这些 你 可千万不要跟平人讲 这你放心 话进我耳里就烂了 我瞒你说 我瞒你说 你们家二太太 她也是受害人 她不姓等 她姓 姓 她姓什么 啊 二太太 本姓什么 来 大大爷 您喝杯酒 然后继续往下说 挑我这张嘴 满嘴 满嘴胡说八道 这该打 你倒是接着我下书呀 你倒是接着我下书呀 是 少爷 您知道黄媚儿究竟是什么人吗 屁话 邓清风的女儿谁不知道 少爷是否记得 十多年前汪家被满门抄斩的事情 汪家大案与黄媚儿有什么关系啊 他极有可能是汪家的后人 放你的狗臭屁 竟说些不沾边的话 快你想得出来 少爷 是真的 白老头原来是汪家的老家丁 他当着我的面 大骂吴家不仁不义 陷害了汪家 而且他还说黄媚儿不姓邓 也不是邓清风的亲生女儿 他跟我讲这些前后不沾边的话 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黄媚儿若不是汪家后人 也与汪家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啊 少爷 要不要把这个情况 透露给田管家听 若是吴家知道 黄媚儿是仇家的后人 一定把他赶出吴家 这样一来 他想帮吴家也帮不了了 你想办法 进一步摸清其中的情况 在这之前 不要跟任何人说出这个秘密 是 死者 书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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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今天吴少爷的牢饭又省了 要不把我这份给那大哥送过去 您指的是哪位啊 就是隔离关押的那汉子 吴少爷真是好心啊 那个人你就不用挂念了 他啥时候吃过牢饭啊 怎么 就因为得罪刘家 连饭都不给吃啊 正相反 他是上头特别关照的 想吃什么就给送什么 哪里像坐牢啊 简直就像是住店 陈伯 今天又让刘家管家请出去吃酒去了 他现在还没回来 他房间还不让收拾 说晚上还回来住 简直比住店还自由 还省钱呀 你们聊着吧 这件事情多半有蹊跷 雨生 看来这个人不是刘家的仇人 倒是刘家的同党 是来对付你的 你一定要当心一点 来 我敬你一杯 还是我敬你吧 要是没有你的话 吴家的冤案 不可能那么快就解决 来 明天我带吴文来接你出狱 好啊 黄妹啊 明天出去以后 我就把库里的茶叶全部卖掉 然后我们一块去北京 把钱给清泉送过去 这段时间让你受累了 去了北京以后 我带你到处转转去玩玩 也算是对你的补偿吧 好 进来 刘大人 苏副官求见 让他进来 是 苏副官 请 报告刘大人 什么事啊 刘大人 您下令本官将宋教人遇刺一案的所有档案材料 从司法部转移送到总统府 嗯 那不是本官下的命令 那是大总统的意思 是 下官明白 可是我在整理档案时 却发现卷宗中少了一样重要证物 什么证物 根据索引记载 档案中您扭一枚扭扣 是从凶犯身上撕下的 可是 现在不见了 哦 那会不会是什么人 私自藏匿的 下官 已经查明两个月之前 司法部机要事曾经被盗 这份案卷当时被人盗走 但是 歹人作案时被发现 卷宗当时被追回 当日的值班员为了推卸责任 没有将此事上报 一帮混蛋 当时不是追回来了吗 为什么就没有发现 少了这枚钮扣呢 这个 下官也难以解释 是什么人 如此大胆 居然敢偷到司法部去了 下官问过事情经过 据说那贼人 是在司法部一个官员家的 后门外被截获的 当时在慌乱中 他不得不留下卷宗 他不得不留下卷宗 人却在讨 人却在讨 苏副怪 你认为是司法部的官员 那么他是谁 吴雨生 吴雨生 二奶奶 到了 你讨厌 上桌子 少爷今天要回来了 来来来 放这儿 快快快 好了啊 上菜 上菜 来来来来 把茶叶也弄上 今天的每道菜 我都得尝尝 我不尝 不许上桌啊 好好好 放这儿 太太来了 都在忙哪 给少爷接风吧 少爷刚回来 就被班府给抓去了 两个多夜了 没在家吃过一顿饭 是啊是啊 大家都辛苦了啊 辛苦了 辛苦了啊 赶紧忙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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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吴文呢 我让她跟二太太接少爷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 我想 快回来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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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玉珊 过我们走一趟 关羽长 什么事啊 我是接到警察局通知 来接我们少爷回家的 你们家少爷 情况临时有变 今天不能放人 为什么 没什么 先回去等着吧 有消息自会通知你们 谢谢官区长 这下吴玉生惹了大麻烦了 我二叔来电报说 北京丢了份重要的文件 多半是吴玉生倒的鬼 眼下我二叔已经离开京城了 看来吴玉生是出不来了 有二叔老爷回来 想必李兴权也不敢碍说碍叫 就是 这回吴玉生死到临头了 少爷 吉人自有天相 董事长 完了 完了 吴玉生要被放出来了 他们被封的茶 又要被启封了 许多茶农和吴家是老关系 万一这个消息他们得到了 把茶叶往他们那儿送 我们这儿吃不饱 那怎么办哪 你放心 放不了人 那胡局长亲口对我说的 今天就放人 我说不放就是不放 不请你等着瞧 金大人 暂时不能放个吴玉生啊 为什么 北京方面出了大事 吴玉生是该案的重要疑犯 有什么证据吗 嗯 有什么证据吗 这是刘建行的二叔 丛东府秘书官 刘安邦刘大人发来的电报 出了这么大的案子 北京方面为什么不直接跟安庆府联系 而是由刘秘书官给他侄子发电报 什么意思啊 这个 既然这样 先把他放了 金大人 这怕不合适吧 出了事由我负责 那 好吧 大人 北京刚到的绝密电报 什么绝密电报 刘家早收到了 村心在耍我们 吴玉先生 金大人 关于放不放人 我等您的消息 宇生总算回来了 是啊 宇生回来就好了 二太太回来了 二太太 宇生呢 这是出了什么事啊 宇生呢 二叔 你先别急 是手续上出了点问题 具体的情况 到明天才知道 不是说好了放人吗 怎么又变卦了 他们说可能出了差错 可能牵连到了少爷 你们说什么呢 吴文 你过来过来 你跟我说实情 到底怎么回事 我 快说呀你 说呀 我 关御长 二太太 实在不好意思啊 上面刚下了死命令 任何人不得与吴少爷见面 关御长 我知道你是具体办事的 我不为难你 麻烦你把信和水果交给他 真的 我知道 这些日子你一直关照他 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如果你为难信就不带了 好 二太太 你就放心地回去吧 只要有我在 我会好好地照顾他 以后就不要送什么点心啊 水果啊 少爷想吃什么 我自然会去办 谢谢啊 你们胡局长 昨天都说好了放人 怎么突然又变卦了 到底是到台衙门 还是警察局在作梗啊 都不是 是 那一定是省里了 北京